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皇太后问海老公 他既然走了 何必又叫你来通知我呢 海老公说 主子千丁万足 吩咐奴才 怎么都不可以洩漏风声 千万不能够让太后 和皇上知道 主子说皇上登基 天下太平 四海无事 他也放心了 太后大声地说 那为什么你又来跟我说呢 我本来就不想知道 他心就只怪了狐狸精一个人 他儿子登基不登基 天下太平不太平 他又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呢 魏小宝听到这些说话 真是奇怪到极了 他们所说的 难道是皇帝的老豆 小皇帝的老豆 信治皇帝组就死了了 小皇帝才有皇帝做的 难道小皇帝另外还有个老豆 皇帝本应也都在清梁子出家做和尚 服侍主子才是 不过 不过主子吩咐 他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他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要奴才回来经历思查一下的 什么事啊又 主子说 董岳飞虽然 都没说完而已 看后就发火了 在我面前 不准提这个狐狸精的名字 魏小宝的心想 原来那个狐狸精叫做董岳飞 那实是宫里面的妃子了 太后的契家佬只喜欢这只狐狸精 就不喜欢太后 因此太后就大壳其躁了 海老公说 是 太后不准提 奴才就不提了 太后说 他说那只狐狸精怎样 奴才不明白 太后说的是谁 主子从来没有提过狐狸精三个字 他当然不提这三个字了 在他心里面 那个是端敬皇后 这只狐狸精死了之后 他追封他做皇后 拍马屁那些奴才就功尚事发 叫做什么孝献庄和 自得孙人温慰皇后 清澳里头没有天性两个字 他还大发脾气 又叫胡笑龙 王欣这两个奴才学士 偏寸什么端敬后语录 搬行天下 都不怕丑的 太后说得对 东岳飞录天之后 奴才本已经称他做端敬皇后了 那本端敬后语录 奴才经常带着一策在身边的 太后你要不要提呀 你 你你 太后走前一步 这么猛地喘气 忽然间似乎明白了什么 就冷笑了一声 当时天下趋炎附势那些人 人人都读端敬后语录 将胡王两个奴才捏造出来的那些东西 当成是天经地义 更紧要过论语盲子 不过现在又怎样 除了你身边还有一策 你主子身边还有几策之外 哪里还见得到这策鬼话连篇的语录 太后物子禁在端敬后语录 又有谁敢收藏 至于主子身边就算没有 但是端敬皇后当年说过的一字一句 他都紧紧记住在森林 习过身边带着一策语录 他叫你回北京查什么事 主子本来吩咐查两件事 但是奴才查名之后 发觉两件事原来是一件事 什么两件事一件事 第一件事 要查荣亲王是怎样死的 你说我狐狸精的儿子 奴才说的是端敬皇后所生的王子 和石荣亲王 哼 小孩生下来不够四个月 养不大而已 有什么这么稀奇呢 但是主子说 当时荣亲王突然得了急病 照御医来看病 说荣亲王 说荣亲王足阳明为经 足笑音心经 足太阴皮经都断了 状腹破裂 写得好奇怪 哼 哪个御医就这么好本事 九成是你说的 海老公不知可否 他又说 端敬皇后世世 人人都以为他是因为荣亲王死了 过分伤心所知的 但其实就不是 他是被人用截手法截断了 阴吹 阴孝两处经脈而死的 他居然会信你那些 异上天开的胡言乱鱼 主子本来也不信的 后来奴才就试给他看 那时候 还在端敬皇后去世之后 没多久的事 在一个月之中 奴才恋气在五个宫女身上 截断了他们的阴慧 阴孝两处经脈 令那宫女死时候的症状 个样 和端敬皇后林忠之时 一模一样的 只是一个宫女都说是巧合 五个宫女都是这样的 主子就确信无疑了 哼 真是聂了 我们宫内居有你一个 这样的大行家 多谢太后称赞 奴才的手法 跟那个空手不同 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两个人默默相对 好久好久都不出声 海老公轻轻咳了几声 隔了一会儿才说 主子吩咐奴才 回来北京查明害死荣亲王 和端敬皇后的是谁 太后冷笑 那又何必再查呢 我们宫内除了你之外 又有谁能够有这样的伸手 那还是有的 端敬皇后 因向待奴才好好 奴才只是望他多福多寿 如果早就知道有人要暗算他 奴才就算帮了一条老命 也要维护他安全的 你是认真忠心 他用你这样的好奴才 只是他的福气 可惜奴才太过没用 互为不到端敬皇后 他招拜佛晚念经 保佑你的端敬皇后 在十八层地獄里面祖德超生 祖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了 拜佛念经 未必有用 不过善友善报 恶又恶报的说话 总是对的 若言不报 时辰未到 哼 契品太后知道 主知吩咐奴才查两件事 奴才查明两件事是一件 怎知道无意之中 另外又查到两件事了 你查到的事真的多了 又是什么事啊 第一件事 和正非有关的 哼哼 胡离精的妹妹是小胡离精 你提她做什么呀 主子离宫出走 留下封信说永远不回来 太皇太后和太后你两位圣上的主意 就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宣告天下 于是宣告天下说主子崩价 当世知道这个大秘密的只有六个人 就是你两位圣上的主子 这两位圣上的主子 和主子本人和主子剃道的玉林大师 海老公所说的主子竟然是顺治皇帝 天下都知道她已经崩价了 其实是因为心外的妃子死了 伤心到极度五台山清娘子做了和尚 这个妃子所以会死 听害老公的语气 似乎是太后派遣武功高手将她害死的 韦小宝不禁颇为得意了 我心想 老龟找的大秘密天下只有六个人知道 谁知道还要加上我韦小宝 天下就有七个人知道了 她得意了没多久 跟着就放起上来 本来都有一些有恃无恐的 估计在太后面前和海老公吵架 未必会输给那只老龟 现在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如果被她两个人发觉自己在这儿偷听 就算海老公杀不了自己 太后也决不肯放过 只听见刮两声 原来是自己牙齿打掛 连王出力咬神 幸好海老公刚刚刚这时就慢咳嗽 所以只是听见她的气喘和咳嗽声 过了一阵海老公说 当时正妃自杀殉主 朝上都清赞她不得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静静说 正妃是被太后逼着殉葬的 自杀不是她的本意 太后说 这些无军无上的疫神 迟早都不用得他们的 不过他们的说话都没有完全错 但正妃并不是甘心情愿自杀的 哦 你都说正妃是被我逼死的了 这个逼字可以省回的 你说什么 正妃是被人杀死的 不是逼到自杀死的 奴才曾经详细问过 奔念正妃的误作 直到正妃大念的时候 全身骨骼断成一断串 连头盖骨也都碎了 但是你们杀人的功夫 好像叫做化骨棉杖 请问太后是不是呢 我怎么知道呢 奴才听说 世间上是有这样一门化骨棉杖 打中人之后 个人全身跌了二状都没有 要过了一年半载之后 尸体的骨骼才慢慢截断碎裂 但是出手杀正妃的人 显然功夫练得不到家 那个误作 初时和正妃尸体整容执拾 也没什么意义上的 到了傍晚入殿 忽然尸体变得好像没有骨头 那样软绵绵的 他说到什么 以为是思辨 当时一句话也不敢说 奴才威逼利友 用了不少护影 他才套路真相 太后 凭你的声段 这门化骨棉杖的功力 打中人之后 两三日内骨骼就断了 只怕还不算十分深厚 是不是呢 虽然不算绝顶深厚 但是也有些用处的 当然有用啦 当然有用 杀得正妃 也杀得孝康皇后啦 卫小宝的心想 他啊 爷啊 这个老皇帝的皇后真多了 又有个什么孝康皇后啊 她的皇后啊 都说比我们历春院的姑娘啊 王太后就声阵阵地说 你 你又提孝康皇后干什么呀 卫小宝不知道孝康皇后是康熙的生母 听见王太后的声音都变了 只是觉得奇怪 就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各位 讲到这些 确实要讲清楚点了 否则不止卫小宝听不明白 如果各位不是那么熟悉清代历史的 都会不明白 康熙的父亲是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总共有四位皇后 两个是真皇后 第一个 历史上称为废后 是顺治母亲的侄女 那时候顺治对董岳飞非常之宠爱 皇后就吓吵啦 和皇帝不断地吵架 顺治人兜得不得了 就下旨废后 皇公大臣一致反对 争执了很久 结果呢 还是废了他 顺治的心呢 当然是想立董岳飞为皇后了 但是董岳飞不是出身于 皇亲国籍的大贵族之家 因此就只有另外立母亲家族中的 一个少女做皇后 后世称为校卫皇后 立这个皇后 是出于他母亲太后的主张 顺治就很不喜欢的 顺治对董岳飞爱情很专一 一心要挑剔皇后 母亲有病 就怪皇后服侍不好 要用这个来做借口废她 但是他母亲极力维护娘家的这个晚辈 那皇后才得以保存 等康熙做了皇帝 那皇后就称为皇太后了 另外两个不算是真正皇后 一个是康熙的亲生母亲 他父亲同屠赖是汉军其人 所以康熙有一半是汉人的血统 他本来只是个妃子 母耳子贵 康熙做了皇帝之后 也尊她为皇太后 他在康熙二年二月去世 历史上称为孝康皇后 另外一个就是董岳飞 死后追封为皇后 称为孝宪皇后 又称端敬皇后 好了 教读完几个皇后的简单情况 我们又说回海老公和皇太后 在说宫廷秘密 海老公说 念董孝康皇后的 就是念董岳征飞的那个误董了 王太后说 那个误董真是抵死 又乱说些什么了 将宫廷的事乱说无谓 最大恶极要杀她全族 王太后要杀她 这个时候已经迟了 你已经杀了她了吗 不是 两年多以前 奴才就已经吩咐她 去五台山清梁子 把这些情形品告给主子知道 然后叫她远走万方 忍性埋名以免杀身大祸 你 你 你的手段好毒辣 手段毒辣的另有其人 奴才自愧不如 王太后沉默了一阵 然后问 你今晚来见我 有什么容易啊 海老公说 奴才是来请问太后一件事 好回去稳告主子而已 端敬皇后 孝康皇后 正妃 荣亲王这四个人 都是死于非命的 主子亦因此弃为出家 让你个独守的人 是宫内一位武功好手 奴才冒死来请问太后 这位武功高手是谁 奴才年纪老了 瞎了双眼 又得了不治之症 就好像风中残足一样 但是如果不查明这件事 未免死不冥目啊 你一双眼都瞎了 冥不冥目就没什么相干了 奴才相眼虽然是瞎了 心里面是雪亮的 你既然那心是雪亮的 又何必来问我呢 终于问明白点好 免得冤枉了好人啊 这几个月来 这几个月来 奴才 哎呀 罪过啊 这种忍逆的事 都不能说 如果奴才说了 我死后已入不舍地狱 就我心想一想 死了之后 也不免要入洗脑地狱去受苦的 奴才身边的小看监 叫小猥子 威少保心头一振 个老虎蛤 他年紀只有皇上一、兩歲 皇上很歡喜他 天天跟他比武出膠 練習武藝 這個小貴子的功夫是奴才教的 雖然不算得到什麼 但是在他這麼年紀的弟弟中間 也算不容易了 魏小寶聽他稱讚自己 不由得極之得意了 太后說明師出高徒 強將手下無若兵 海老公說多謝太后甘口 不過這個小貴子和皇上過招 十次就有九次是輸的 無論奴才教他什麼武功 皇上的功夫總是勝他一籌 看來教皇上武功的師父 比奴才厲害得多了 奴才想來想去 宮外的武學高修 就這位大行家了 只要找到這位大行家 那又害死兩位皇后 一位皇妃 一位皇子的兇手 就不難追查得到了 原來這樣的 你都這麼遠個圈 就是要跟我說這番說話 好了各位 欲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開動 你這位皇上 來靠我 請你 好 來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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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靠我